就是这个出现在崖底 发现我的人 改变了我的命运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首先说一下我坠崖的这个地方 叫做乌问府 是位于边境线上的一个府 地广人稀 而帕登悬崖呢 即使是他们当地的百姓 也很少有人去过这个地方 我坠崖以后 被发现的地方是 帕登悬崖的崖底 就是已经超出了 帕登悬崖的治理范围了 正常一般的游客的话 如果走迷路 应该是在帕登悬崖的 景区治理范围内 但是他走迷路的 这个地方恰恰好是在我坠崖的 这个崖底 所以这个地点很迷 第二点呢 就是时间的问题 我是被他推下悬崖 大概一小时左右 被发现的 蛮好是符合黄金抢救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迷路的这个时间 是非常巧合 刚刚好在我被推下悬崖的 这一个小时内 走迷路了 第三点呢 就是说当时 他在发现了我以后 就立刻回到了帕登悬崖的 正常的范围内 找到了工作人员 将发现我的这个消息 告诉了他们 他告诉完以后 转身就走了 那第四点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监控 拍到了这个迷路的游客 他呢 是在景区的一个空旷处 找到了一个正好路过的 一个穿制服的景区工作人员 所以就直接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 第五点 当时我获救以后清醒过来 曾经寻求过原方 警方 以及当地新闻媒体的帮助 希望找到这个救命安人 我想当面感谢他 但是经过多方查找 均无故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有太多的巧合 是无法解释的 谢谢大家